好 今天到国际焦点 我们先带你来关注 以哈战争开战满300天了 双方的冲突仍然没有缓和 过去几天 以色列先后击毙了 真主党的高阶指挥官 跟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 同时在7月中 击毙有九命怪猫之称的 哈马斯军事领袖戴夫 所以中东的局势再度升温 而晚间日英消息 目前至少有10家航空公司 暂停飞往以色列 或者是避开飞越伊朗领空 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 遇刺身亡后 伊朗为他举办盛大葬礼 临车旁挤满大批致哀的民众 哈尼亚还幸存的儿子 也现身当地府官道别 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 则是亲自在祈祷会上安慰家属 伊朗誓言要帮小老弟 报血海深仇 不过该检讨的恐怕是 他们的为安 因为哈尼亚疑似遭安装在饭店中 长达两个多月的炸弹 遥控引爆 但掌控这间饭店的伊朗革命卫队 却是浑然不觉 敏感时间又有两名半岛电视台记者 在加萨遭到炮袭 惨死汽车里头 以军坚称其中一人是哈马斯特沟 不过遭半岛否认 痛批指控毫无根据 这些事件都增添双方的仇恨感 伊朗北部一间清真寺 已经升起象征复仇的红旗 但以色列似乎还在怕 同样唱歌要所有参与去年入侵的人 都付出代价 这也代表后续的谈判 恐怕直接破局 因为以色列等于接连重创伊朗重要代理人 7月31号炸死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 7月30号击毙真主党最高指挥官 最新又公布 早在7月13号就击毙 有九命怪猫之称的哈马斯军事领袖 代夫 代夫过去曾躲过五次的暗杀 还传出只剩下一只手臂 得靠轮影行动 如今也难逃死亡命运 以哈冲突有扩大的危机 但率先遭殃的 却是土耳其的星巴克咖啡 惨遭亲巴勒斯坦民众 砸电抗议 同样身为伊朗小老弟的 叶门胡塞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 也接力喊出要报仇 8月1号也是以哈战争 借满三百天的日子 仍至家属在沙滩上放起天灯 祈求家人平安归来 但停火协议遥遥无奇 现在就连帮忙 斡旋的卡达总理都灰心丧志 认为连谈判代表都被杀 是要怎么瞧后续的停火事宜 底新闻 综合报道 好 真的是全球股市都绿油油 先来提供给您最新的消息 美国周五公布了 7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增加 11.4万人低于市场预期 另外失业率攀升到4.3% 是2021年以来的新高 再加上亚洲股市经历了 黑色星期五大崩跌 美股稍草开盘持续下挫 道琼开盘下跌了400多点 NASDA跌幅也将近2%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那么主要就是受到了 这个降息的影响 联总会主席鲍尔对市场透露 9月可能降息的讯息 不过有外界就分析说 主要可能是出现经济衰退的担忧 让美国经济可能会走上软着陆 不过释出降息的效应 恐怕已经发酵 台股8月真的是非常惨 一颗颗浑原饱满的珍珠 经过一道道工序 筛选干燥 就能真空包装 准备出货 除了珍珠 还有各式风味的水果糖浆 饮料茶粉 都是要出货到国外 尤其在疫情后 消费市场开始慢慢复苏 美国订单大幅成长 但也是怕美国通膨压力 市场还不稳 加上未来降息循环启动后 整体的销售会有变动 业者也早早布局 除了美国市场 当然其实我们也在布局其他的国家 就是借由就是多风险分配 所以我们也在 像我们近期比较常询问的 可能可能像印度 南非 那些中东的国家 就算美国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我们其实也有做很多的市场的布局 美国通膨指数开始下降 联准会鲍尔对市场透露 9月可能降息 不过外媒分析 主要是在可能出现 经济衰退的担忧之下 让美国经济能够走上软着陆 包含地缘政治 恶物战争 尾巴冲突等等 对全球经济股市的影响 仍增添不少变数 最近看样子好像就是说 以押冲突 好像有一些深温的迹象 可能就是说有一些避险资产会 譬如说像邮金价格会上扬 还是一个短期的冲击 联准会在设定通膨目标之后 从来没有一次 就是说通膨还是在2%以上 然后它进行降息 如果说9月降息的话 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说 要避免未来发生这种系统性风险 市场领先指标从股市上来看 释出降息的效应 恐怕已经开始发酵 台股8月2号卖压涌现 加权指数开低走低 收盘跌1004点 创下时尚单日收盘最大跌点记录 市值蒸发将近三兆 而外资今天也大砍966.59亿元 卖超金额同步创下时尚最大 股市目前来讲快速下跌 其实真正最重要的原因 反而是在美国科技类股 今年涨多的一个快速修正 简单来讲 今年一直到7月11号 见到高点 同时包含非半指数 包含加权指数同步见到这高点 后续来讲出现快速回落 其实回归基本面 下半年AI的需求来讲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要提醒投资 基本面倒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目前最重要的观点 是要等待市场的氛围转变 8月2号美股四达指数 道琼、纳斯达克、费城半导体 也都大跌 AI股亏达也从6月18号高点拉回 波段跌幅超过20% 台股指标股台积电 从1080元下跌以来 14个交易日就跌掉177元 跌幅16.38% 市值大举震发4兆5900亿元 量大科技指标股大起大落 不过专家仍认为 AI的浪潮还没结束 经过短期的震荡 仍有回升机会 那AI的需求在未来整个中长期看 这个需求还是持续 那只不过就是说 在短期会有一些 比如说像过度拉货 供需失衡的情况 但是如果说就这种 AI发展的产业面来看的话 未来这个需求肯定是持续的 但短期会有一些波动 不知美股台股重挫 亚洲其他市场同样陷入回档 日经指数暴跌5% 韩股也下跌3% 恐怕就是受到 全球经济放款的担忧持续扩大 再加上美股科技财报好坏参半 让科技板块出现抛售潮 错不在基本面 完全就是今年涨多 就是最大的压力 所以很有可能 只要经济面 不是出现太大的疑虑 那只是涨多修正的情况下 目前科技指数的涨幅 已经接近综合指数 照理讲应该会逐步呈现质稳 但是后续最重要观察点 是要等待市场的氛围 转多利多来讲 必须要反应的情况下 才代表后续会有 比较长线的多头行情 专家分析 全球经济股市短期颇动大 投资人应该放长远来看 不过国际局势动荡 还有美选的结果 仍是市场上最大变数 TVB的新闻 刘力辰 刘力军台北采访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